再看美国政情 而核心焦点是川普 他身被多条重案也屡屡遭到起诉 但似乎他把这一些刑事诉讼玩弄于鼓掌之间 变成为他凝聚死忠粉丝的选举利器 川普遭到乔治亚州起诉 他宣布这个星期四 他就会到亚特兰大主动投案 法官裁定保时金要20万美金 但川普交保之后 不得跟其他18个被告联络 也不准在社群网站上恐吓威胁证人 也不能威胁承办司法人员 川普到案之后将会被送往监狱 完成入监程序 包括按指纹拍大头照 共和党出权辩论在星期三就会举行 川普说他不参加 对手也群起公知 说川普太过傲慢或者是巨战 美国前总统川普 因为企图推翻2020选举结果 遭乔治亚州检察官起诉 他在社群媒体上宣布 这周四会到亚特兰大警察单位主动投案 他的律师已经与检察官协商好交保条件 法官裁定保时金为20万美金 但川普交保后 不得与其他18名被告联络 也禁止在社群媒体上恐吓和威胁证人 以及承办的司法人员 川普和其他18名被告 包括他的前律师朱利安尼和前白宫幕僚长梅多斯 到案后都将前往富顿郡利监狱完成入监程序 警方表示川普的待遇会和所有被告一样 按照正常程序 川普和其他同案被告会从正门进入监狱 进行数小时的入监程序 完成入监羊检查后 还要进行审理前的身份过滤 决定被告是否能交保 目前不确定川普是否会走完所有程序 没有与检察官达成协商交保的被告 就会立刻被羁押 富顿俊立监狱 环境极度恶劣 待上一晚都是可怕的噩梦 上个月这所监狱才因为违反公民权 遭司法部调查 因为有好几名囚犯在狱中死亡 去年一名非裔囚犯就死在自己的囚房内 他的父亲控诉监狱环境危生恶劣 到处是害虫和狮子 导致儿子死亡 川普绝对付得起保释金 所以暂时可以免牢狱之灾 不过其他18名被告 除了前高官和有钱的律师之外 有些人可能付不出保释金 像是曾经担任共和党干部的一名女性 她说自己靠退休金过日子 所以得募款打官司 另一名被起诉的律师也开炮 质问让美国伟大集团 为什么不帮他们付诉讼费 共和党初选第一轮辩论将在周三举行 目前有八名参选人符合辩论资格 川普已经宣布不会参加 对手群起围攻川普 批评他要不是傲慢就是巨战 这八名角逐提名的参选人 支持度大多很低迷 除了佛州州长德桑提斯突破两位数 其余都只有个位数 他们各个摩拳擦掌 希望在辩论会中博得选民的关注 领先的德桑提斯还预告 自己会是攻击的目标 爱荷华州党团是初选第一个投票的州 川普目前在当地的支持度为42% 德桑提斯为19% 不过民调也显示超过半数共和党支持者表示 初选辩论可能会让他们改变支持的对象 所以川普的对手们也不是毫无扭转局势的可能 TVBS新闻综合报道